為了調查塑膠垃圾變石油的真相 小兵來到了大業大學 聽說傑森一大早就來這裡做準備囉 而這個聽來科技感十足的實驗 第一個步驟竟然是 等一下 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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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森你在幹嘛啊 我沒幹嘛 實驗還沒開始做 你是怎麼心情不好在那邊砸電腦啊 什麼心情不好 我也不願意啊 是我要他砸的 原來要計算這樣破壞電腦的 就是今天的專家 大業大學的吳趙雄教授 對啊 說這是實驗要做的材料 是喔 那我來幫你好了 原來熱心的吳教授 早就幫我們準備好一圖拉谷的廢電腦殼 接下來就需要把電腦破壞成小的塑膠塊 基於這個工作 需要恐怖有力的肌肉男才能勝任 平常有在練身體的小病 當然是意不容辭 加入搞破壞的行列囉 教授 我們已經敲成這樣子 OK了吧 夠了吧 這還不夠 至少要像這樣子才可以 不是 像那樣子 這麼碎耶 有沒有搞錯啊 用篤頭怎麼可能用這個碎呢 對啊 而且要敲到民國哪一年啊 教授 你都怎麼敲的啊 我這個是用機器破碎的 呀 想咪啊 這個實驗從早上到現在都還沒用到腦力 但體力差不多用光啦 吳教授特別情商兩位熱血同學 打包階層敲碎的塑膠塊 準備加工去了 原來非電腦殼敲碎後的塑膠塊還是太大了 還是得放到研磨機裡 研磨成塑膠粉末 這才算是可體戀的原料呀 哇 教授 電腦殼磨成這麼細的粉 真的就可以體戀成油嗎 我覺得怎麼看都不可能啊 這個粉啊 看起來比較像那個日本料理沾炸蝦的那個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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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像的 對啊 不要懷疑 只要透過熱烈節就可以了喔 熱烈節 是 你知道嗎 你解釋給他聽熱烈節是什麼啦 沒聽過 我沒聽過 你沒聽過 父母親辛辛苦苦賺錢工你讀書 你竟然沒有聽過 你來幫他來告訴小朋友好了 熱烈節或許就是 將廢棄的鼠膝殼拿去加熱 或許還是我還可視咧 不確定的答案 熱烈節 所以你知道那你告訴一下我嘛 我給同學們發表的機會 是乾脆因為教授剛剛在旁邊也沒什麼話講 教授你來解釋給大家聽 熱烈節是什麼 其實熱烈節喔 就是透過高溫加熱 利用熱量呢 讓廢棄物或者有機物質呢 斷裂成小分子 對…就是這樣 Jason你確定你真的懂嗎 烈節就是利用高溫 將廢棄物裡面的分子 斷裂成小分子 然後再提煉油瓶 就像塑膠裡面的分子斷裂開來 這樣就是所謂的熱烈節原理囉 Jason 所以只要進行過熱烈節 就可以把塑膠變成石油 那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樣進行熱烈節呢 就是靠這一台熱烈節機器 只要把塑膠粉末倒進去加熱就可以了 塑膠粉末加熱是不是 見過… 我已經準備好了 碗還有瓦斯爐 靠我現在開火 把塑膠粉末加起來 當然不行 不要熱烈節啊 不行 熱烈節呢 就是要靠住我們機器 熱烈節器可以方便我們控制溫度 而且熱烈節器可以斷絕氧氣 避免在高溫之下塑膠燃燒起來 這就是熱烈節器跟文化爐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真的把這個東西帶來幹什麼 真的 Jason 既然教授講這台熱烈節器這麼神奇 我們就用它來做實驗囉 來 塑膠粉末 光是一台機器就可以讓塑膠變石油 口受無憑 且讓我們實際驗證看看唄 倒進了塑膠粉末 教授把溫度設定到四百度 大家開始等呀等 嗯 卻什麼事也沒發生呀 哎呀 看來看去我眼睛都要鬥雞眼了 一滴油都還沒出來耶 教授 Jason 拜託有點耐心嘛 如果這個石油三兩下就出來 那石油怎麼會值錢呢 這也是 但是也未免太久了吧 很浪費時間喔 小平說得沒錯 如果按照我們剛加進去的量 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才會有石油滴出來喔 好 破解了鋁膊包 是萬年垃圾的留言 算算時間 剛才放進熱烈解氣的廢電腦殼 也差不多滴出石油啦 我們趕快來關心一下 這邊的實驗進度唄 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嘿嘿的耶 應該就是了吧 Jason 你們拿的是什麼 小平你回來得太剛好了 我們拿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等候了半天 教授 這該不會就是石油吧 對的 Yes 你看耶 總共有85ml左右喔 但是是花了我們四個小時的時間 才換來的結晶 剛剛第一滴油出來 是經過兩個小時 然後又在400度C裡面 才有第一滴油出來耶 這就是熱烈解的原理喔 我們利用高熱呢 讓原本非常堅固的分子呢 鍛鍊成比較小的分子 而這些小分子呢 在高溫狀態之下呢 它是氣體的喔 這些氣體呢 我們必須要引到下面的冷氧管 那麼在7度C的冷卻水之下 才能凝結成油脂 呵呵 原來如此呀 塑膠垃圾先經過高溫 400度C裂解後 成為氣體的油脂 油脂在經過 設施7度的冷氧管 把它冷卻以後 會還原成為液體 就成了你看到的 這罐黑色的油了 教授那除了被電腦殼之外 塑膠帶也可以拿 做實驗嗎 那當然喔 只要是塑膠製品 比如像塑膠帶 PE PPPS等容器 都可以拿來體驗石油 那塑膠帶跟電腦殼 做出來的石油成分 應該是一樣吧 不同的塑膠物質呢 它的成分不一樣 那麼我們體驗出來的油品成分呢 當然也不一樣喔 喔 但是塑膠能夠體驗出來 石油的這則流言 我們其實應該算可以破解了吧 不對不對 Jason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因為啊 雖然這個出來黑媽媽的顏色很像石油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成分到底是不是石油啊 這出來的油 馬上就可以拿來實用嗎 喔 那當然不行喔 這個還要經過一個蒸餾手續了喔 接著教授把這些黑油倒入蒸餾器中 當溫度到達216度C時 哇塞 滾燙的油全部變成氣體 跑到冷靜館去了 不久一滴滴金黃色的油被蒸餾出來了 喔 這些被蒸餾出來的金黃色油脂 到底是不是珍貴的石油呢 哇 教授 你為了要做實驗還提供自己的車子 真是了不起啊 真的 哇 人家賣假油都可以把車子給搞壞 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塑膠垃圾油 這樣你真的放心嗎 對啊 放心好了 這是我朋友的車子 好 那來這一招 想喝去試試看嗎 好 加油 加油 呀 搞半天教授您 耳朵的您是犧牲別人的車呀 到底塑膠垃圾油是可以像石油一樣 成為汽車動力的來源嗎 還是會像不肖商人賣的假油 把車子給搞壞呢 哇塞 如果真的能發動的話還得了 教授呢 這樣就可以去申請專利了 只要在後備箱呢 裡面裝了一個熱烈解機 以後大家就不用花錢買油 只要放進去塑膠類的垃圾就可以了 試試看吧 Bingo 在眾人期待下 汽車居然真的起動了 還繞行了學校一圈呢 看來塑膠垃圾可以變石油的流言 可不是瞎扯單的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接著 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其實還不錯耶 因為這台車雖然有點舊啊 但是開起來呢還順順的 如果我們真的 車子是加這樣子油 車子會壞掉嗎 只有用一兩次沒關係啦 不要擦橫加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當氣油用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更進一步的經驗囉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實驗還OK 塑膠變成石油這個實驗 還算是成功